嗨 大家好 我是卓 好久不見 国小四年级时 我的班导是一名男老师 他在上课的时候常常跟我们分享他当兵的故事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对我接下来讲的这个地方 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这个地方就是成功岭 说到成功岭应该有很多人都不陌生 尤其是当过兵的男生 多多少少一定听过这里 毕竟成功岭可以算是台湾最有名的军营之一 成功岭位在台中市乌日区的大渡台地上 占地面积有252公顷 相当于10个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 是台湾少有的大面积营区 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 成功岭在日治时期时 曾是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 但真正让成功岭为人所知时 是在战后初期 自中华民国政府接手台湾后 坐落于大渡山东南侧 能够一眼俯瞰整个台中盆地和彰化平原 拥有优越战术位置的成功岭 就成为了陆军新兵入伍训练 以及大专学生集训的地方 直至1999年 台湾大专学生需要到成功岭营区 接受集训这项规定结束以前 40年间 共有大约130多万名台湾大专生 以及无数的新兵 都在此接受过军事洗礼 一直到现在 成功岭依然是很多国军接受训练的地方 目前它是中部地区后备部队训练中心 陆军步兵第104及第302旅 并隶属于国防部陆军司令部 所以我说成功岭是很多台湾男生的回忆路 也不为过 在看影片的很多观众 或许你的爸爸 你的岳父 又或者你自己 在听到我讲成功岭这三个大字时 都会哇的一声 然后一幕一幕的回忆 迅速涌出来 那历史这么悠久的成功岭 不用多说 鬼故事 都市传说 也一定是层数不穷的 毕竟军中多多少少都会有意外发生嘛 关于成功岭的恐怖故事 我可能一天都说不完 真的太多了 那当然成功岭我是没有去过的 我也没有当过兵 以下的故事都是各路网友 以及新闻报道在网路上所分享的 那现在就让我带你们来看看 成功岭 军中 鬼故事 说到成功岭鬼故事 一定要提的就是 位在成功岭西侧的厕所 成功岭西侧厕所 可以说是成功岭当中 最有名的鬼故事发生地之一 在成功岭当过兵的人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而这个诡异的西侧厕所 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最广为人知的版本 发生在一二十年前的一个成功岭肯清日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肯清日是军中的一项大事 也是许多阿兵哥最为期待的一天 在肯清日当天 阿兵哥们可以见到许久不见的家人 女友 依惑着朋友 据传言在一二十年前时 有一名阿兵哥的女友 她在成功岭肯清日当天 排除了万男精心打扮了一番 穿上了她平时都舍不得穿的红裙 来到了成功岭当中 只为了见许久不见的男友一面 原本这样的日子照理来说 一定是开心的愉悦的 但没想到这次见面却以悲剧收场 这名阿兵哥的女友 在要成功岭不久后 就被另一名不认识的阿兵哥 拖到了成功岭西侧的厕所性侵 并且杀害了 随后阿兵哥男友 也因为忍受不了失去女友的事实 在女友的死亡地 也就是西侧厕所当中 选择用上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此之后 成功岭西侧 就常常发生诡异的事情 像是有阿兵哥表示 他们在西侧附近战绍时 常常会听到厕所当中 传出女人的哭声 不然就是在进去西侧时 总感觉有一股力量不让他们进去 到最后 由于西侧厕所的灵异传闻 实在太多了 为了不造成军中人心惶惶 就直接将西侧厕所 用铁链整个封住 不让任何人进入 希望可以平息这些灵异谣言 可是大家要知道 铁链封得了厕所 可是是封不住恐怖怪事的 自从铁链封住成功领西侧厕所后 依然时常会有阿兵哥 在经过西侧附近时 听到奇怪的冲水声 或者是开门声 甚至有人说 他们看到穿着红裙的女人 在西侧附近 飘啊飘 飘啊飘 非常的诡异 那这张诸如此类调诡的传言 在网路上有很多 成功领西侧也因此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面纱 而其中我认为可信度最高的故事 是一名英文名V卡的网友 在阿兵哥相关论堂当中所分享的事件 故事是这样的 这名网友他是最后一届参加到成功领大专集训的学生 我就在这里简称他为A先生好了 这名A先生在进到成功领集训后 一方面觉得紧张 一方面又觉得新鲜 毕竟人生当中第一次体验当兵嘛 那在进到兵营后不久 A先生就发现成功领这个兵营有点奇怪 他所在的那个营区 明明隔着走廊 有分为东西两边厕所 但A先生一进到营区的第一天 班长就严令禁止大家使用西边的厕所 详细理由班长没有说 大家也都不敢问 只知道厕所只能使用东厕的 好 西边厕所不能使用就不能使用啦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定 其实这也没什么 但奇怪的是A先生发现 西边厕所并不像长官所说的 不能使用这么简单 而是西边厕所的厕所门 直接是用很大的铁链绕住 并又厚重的锁锁了起来 就像是要关注什么东西 或是锁住什么东西一样 整个感觉非常的诡异 不只如此 营区的大家有一次还发现 班长在睡觉前 竟然一脸紧张的走去西厕的厕所 检查厕所入合的铁链是否有酸井 大锁有没有锁好 在检查完毕后 又脸色凝重而快步匆忙离开 感觉就是很不想要多待在西边厕所任何一秒 后来他们营区的大家就真的忍不住了 所以又针对这个事情去询问班长理由 而班长的回复非常的简单 只简单说了一句 没有啊 不让你们使用西厕而已啊 大家都使用东厕比较好管理啊 那这样的回答老实说有点像是废话 毕竟禁止大家使用 你用个小锁就好了 干嘛那么大费周章 而且班长在去西厕时干嘛要一脸紧张 总而言之 这样种种的规定和怪异的景象 让A先生和他同梯的兄弟一致性的认为 会不会是西厕厕所发生过什么事情 又或者那里可能不干净 但这也都只是他们的想法 一切的想法也都没有得到证实 一直到有一天半夜 A先生被安排到中山市外站哨 中山市距离西厕厕所非常的近 所以那天虽然有同伴跟A先生一起去站哨 但A先生还是有点紧张 可是好险的是他站着站着也都没遇到什么怪事 反而看着屋气骂黑的中山市 A先生心里还觉得毛毛的 因此在百般无聊下 A先生跟他同伴打了声招呼 想要去偷懒一下 之后A先生就慌到西厕附近的草堆 往下眺望风景 当时正值夏天 风雨无阻的天气非常的好 结果风景看着看着 A先生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 心里总觉得慌慌的 于是他就反射性的看了一下手中的手表 并换算了一下当天的日期 结果这一换算 A先生吓了一跳 马上快步走回中山市 因为当天正值农历7月15 中元节 也是习俗上比较阴的一天 那在回到战烧地后 A先生发现他的同伴已经睡着了 但由于那个时候 A先生心里还在发毛 所以没有多管 只是很羡慕他的同伴说 怎么这么好可以睡得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A先生的背后突然传来 哒哒哒哒哒两声 听到这个声音 A先生吓了一跳 因为这个声音非常的不寻常 有点像是弹珠弹到地上的声音 但是大半夜的整个冰淫都睡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声音 就在A先生想到这里时 背后的哒哒声又出现了 这一次的哒哒声 让A先生更加确定 事情并不寻常 于是他就下意识地 循着声音的方向走 走到西侧附近不远处 但他不敢靠西侧太近 只敢远远的观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就在此时 他看到一颗圆圆 类似石头的东西 从西侧丢了出来 并哒哒一声 落在了他刚刚 看风景的地方 看到这样的一幕 A先生当下脑袋一片空白 吊诡了 西边厕所门 常年都是锁住的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人 从里面丢石头出来 正当A先生还呆站在那里 想说怎么会这样死 又一颗类似于石头的东西 从厕所门丢了出来 大大两声落地 这一次的大大声 让A先生整个吓懵了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两条腿也瞬间变得超级重 怎么动都动不了 之后A先生就扭头望向远处的集合场 想说走不了没关系 那假装没看到 顺便让自己冷静一下 总行了吧 可是事情 总是事于愿违 正当A先生刻意不去注意 去西側门口时 突然的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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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亮的声音 环绕在A先生的耳朵 感觉出来 西側门口那边应该是一口气丢了三四颗石头出来 而且听声音应该是越丢越大力 就像是刻意要吸引A先生的注意一样 听到这样带有挑衅异味的声响 A先生深知 他假装看远方这一招应该是醒不通了 于是他就缓慢地转回头 看向西側厕所 结果就让他转回头不到两秒 打的一声 又一颗石头 从西側门口丢了出来 弹到他刚刚看风景的地方 这下子 A先生 更毛了 因为他总感觉有一个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 正看着自己 挑衅 嘲笑的 看着自己 之后持续大概有半个小时 A先生就一直两脚不听使唤地站在原地 看着一直有石头从西側飞出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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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 一直到A先生的电子表响起 换哨时间到了 他的脚才终于有力量可以走路 这一有力量走路 A先生立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冲回寝室 那一夜 A先生 脸色发白 整晚 都不敢睡 一直到隔天早上 A先生才敢鼓起勇气 跑去问昨晚跟他一起站哨 以及跟他换哨的人 有没有遇到怪事 但很奇怪的是 大家都表示 没有遇到任何怪事 之后A先生还带着两三位朋友 一起到西側附近看 我们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西側厕所一如往常的 用铁链缠住 并用大锁锁着 而草丛堆也没有所谓的石头 就好像昨天晚上的一切 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如果昨天晚上的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 那A先生的经历 又是什么呢 第二则故事 是我在一篇新闻报道上看到的 故事的男主角 是一名快退伍 在成功岭已经服役一年半的网友 我们就简称他为 B先生好了 B先生他在成功岭当兵时 是负责管理财务的 就有另外一名学弟 跟着他学习财务的东西 之后要接替他的位置 要接替B先生财务位置的那名学弟 长得非常的清秀 身材适中 看起来虽然比较文弱 但是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不到一个月 学弟就熟悉了所有财务相关的东西 并且能够独当一面了 因此B先生也时常很放心 让学弟自己出去掐工办事情 那有一天 学弟一如往常的离开营区出去办公 但很奇怪的是 那天学弟回来时 整个表情都非常的凝重 就好像出了什么事情一样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学弟在办公的路途上 看到了死亡车祸 所以有点受到惊吓 听完学弟遇到的事情 B先生都试图安慰学弟说 没关系啦 我明天放假陪你再去拜拜 没事的没事的 那既然约好了要去拜拜 大家也都以为没事了 学弟看起来只是惊吓过度 感觉休息一下就好了 可是没有人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 学弟的脸色 竟然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整个人非常的不对劲 并且会开始恍神 坐立不安 看到这样的情况 B先生就有点着急了 于是他马上报告给师官长 问师官长要怎么处理 师官长一听完B先生讲的话后 就立刻把学弟找去问话 并在问完话后 请了俊姨里面的另外一名弟兄 陪学弟去洗澡 想让学弟放松一下 之后师官长就急匆匆的跑去找B先生 并跟B先生说 诶 学弟好像被跟了诶 他走路都垫着脚尖走 有点怪怪的 可能要想办法 而就在大家想办法的同时 那名跟着学弟一起去洗澡的弟兄 就紧张的冲了回来 看到只有那名弟兄回来 大家都觉得奇怪 于是就问那名弟兄说 啊学弟咧怎么只有你回来 听到大家的问话 那名弟兄 颤抖的说 学弟太奇怪了 我不敢跟他待在一起 刚刚浴室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结果进到浴室没多久 他就开始看着墙壁 自言自语冷笑说 呵呵 浴室只有两个人 把另一个杀掉好了 听到那名弟兄的这些话 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B先生 包括士官长 全部的人都毛了起来 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学弟一个人 从浴室回来了 而且一连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样 问他刚刚在浴室有没有讲过什么话 他也都表示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接着 更怪的 来了 之后 紧张了大家 就一起回到寝室 准备睡觉 想说先不管了 睡一觉明天早上去庙里再说 结果就在睡觉前 那名学弟就坐在床铺上 看着一处没有任何人的地方冷笑 并且开始穿上军服 戴上头盔全副武装 在全副武装完毕后 学弟的身体又懂了一下 然后问大家说 我怎么会全副武装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又醒了过来一样 看到这样灵异的一幕 大家当场都吓傻了 士官长也紧急从柜子里面 拿出一张符 并要求学弟把符带在身上 但很诡异的是学弟一看到符 就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并试图往外冲 看到学弟这么激动 请自己的人恶话不说 直接冲了上去 一边压制住学弟 一边把符咒 贴到学弟的天庭盖上 结果符咒一贴上去 学弟吼了一声 你们给我记住 之后整个人 瘫乱了下来 看到这里大家很明显的可以知道 学弟被鬼附身了 但你们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 不 还没有 正当大家都以为 事情应该高于段落时 学弟又开始不正常了 他突然的做出女生才会做的动作 并且眼神变得冰冷 锐利 对于大家问他的问题 学弟都只在冷笑的不回答 之后学弟就拿出了一张纸 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大致的内容 是这样的 谁追你们到这里来的 你们知道这里是女生宿舍吗 你们很吵你们知道吗 我的职位是中士 我死 我身上的这个人 也会死 接着你们 我一个 都不会放过 写完这些话 学弟的身体 又瘫了下来 看到学弟纸上写的字 在场的所有人 都吓傻了 因为字上的字迹 明显不是学弟的字迹 字迹非常的清秀 就像是女人写出来的字一样 最重要的是 他们所在的寝室 之前就有听说过 以前是女兵的宿舍 这也跟刚刚学弟写的那封信 有很高的吻合信 但也更加确信 学弟绝对是撞邪了 之后全寝室的人 整个晚上 没有人敢睡觉 而学弟也一而再再而三 被不同的鬼魂附身 一直做出诡异奇怪的动作 讲出令人惊恐的话语 就这样到隔天早上 好 故事到这里 也即将进入尾身 后来那名学弟 辗转了几间庙 想要收金 都无果 最后是到城隍 请城隍爷帮忙 才有好转的 可是呢 这个好转 也不是真的好转 因为一直到B先生 退伍以前 那名学弟 都还是怪怪的 他常常跟大家说 他的耳边有怪声音 甚至在晚上 夜深人进食 他总感觉 有人在他耳边 喃喃自语 好啦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成功灵都市传说 大家觉得怎么样 虽然我没有在成功灵当过兵 但这几天一波一波的故事看下来 我真的觉得成功灵 不简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